總算可以進到我們的簡報了 剛剛大家玩過的時候其實說真的 錄影還不難 不難 難的是你要怎麼準備而已 因為錄了就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 老師上課的時候就錄 因為你最自然嘛 真的啦 就你坐在錄影間裡面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也講不出來 那個Sense就不一樣 因為場景不同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所以今天我們的簡報 這是Place的簡報 會像這樣子 我們今天主要的錄影軟體 就是這兩套 Debug Video Capture跟Epi Preventer 兩個都是免費的 Epi Preventer 比較接近各位老師 平常在用的一套軟體 叫做PowerPoint 因為它也是一張Slide 就是一個投影片 它裡面稱作換成片 而且這個有中文 所以老師在使用上 應該會比我們剛剛那個 有一點英文的 可能會熟悉一些 我們再往下看 以前 這個叫我們自己拍了 以前 我們上課 大部分都是像這樣滴滴錄 可是 你會發現 請問這個螢幕上的 頭螢幕的 是不是就看不太清楚 如果它是拍到螢幕上畫面 那就不用講 反正講什麼不用聽嗎 不可能 那你說 學校像做這種紀錄 有沒有老師會再去借那個袋子來看 幾乎不太可能 對不對 因為沒有人有那麼多時間 而且Debug拍下來的影片 請問多大 很大喔 因為它的大部分 我們現在的DV都是那個 Full HD高畫質的 1920x1080 所以那個 一個小時下都好幾G 甚至幾十G 我們一般電腦 其實你要處理很難 那麼像我們剛剛這個 Debug Video Capture 它錄下來的 大概是一分鐘一Mb 一分鐘一Mb 如果你螢幕再更大一點 那可能會在 檔案再大一些 像我現在在我們那個 聲音樓那邊上課的話 那螢幕都已經到1920x1080了 所以錄下來的檔案 會比我們這邊的大 大概多一倍 一分鐘大概兩Mb 可是也還在可接受範圍 因為還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一般比較常見的 錄影的方法 像剛剛老師用的這種方式 就是所謂的全動式的 什麼叫全動式的 反正全都錄馬 管你講什麼 反正全部都錄下來 這種成都全動式的 另外一種呢 其實 有一套 以前我們學校也有介紹過 叫做Adobe的叫做Canty Canty 它就是用什麼 用拍照式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 尤其是在電腦上的畫面 它都是比較主義的 不像我們看影片 那個畫面一直變 像我現在在講這個畫面 是這個畫面就停止了 所以老師如果你是屬於講簡報內容 或者是這個一般性的介紹文件的 但畫面會停很久的 有沒有必要一直錄影 沒必要 因為錄影力比較大 所以它就用拍照的 那滑鼠的移動呢 它就用模擬了 它就用模擬了 它只幫你負責錄什麼 錄聲音就好 我只錄聲音是會比錄影片來的差很多 所以這個叫做影像式的 影像式 那兩個呢也可以把它這樣混搭 比如說你畫水有拖曳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不能用模擬的 一定要怎麼錄影 或者你有播影片的時候 它就自動幫你做錄影 那如果你切換到我們一般的簡報範圍 或者是文件的時候 它就自動用拍照的 所以主要常見的這種模式 大概錄影的方法 這幾種 像我們Powercam 有沒有學校買那個Powercam 其實也不錯 可是它在錄影方面 是稍微比較差一點 也不能說差太多 它沒有說差很多 只是檔案比較大 那它現在也有改進 它現在有推新版本 有一個叫什麼Abercam 還是什麼 對對對 也是不錯的選擇 只是就是付費了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這個就可以應用到哪裡 比如說像我們互動式的教學 實際上如果你是做這種 我們第二套那個做的 就可以做成就是互動式的 比如說老師 如果你是帶那個測驗 那個什麼 音檢的 還是像那個 考試的 檢定的 檢定的那一種 那就可以 你把它超過一次之後 同學就照著那個步驟去超速 它可以變成測驗 變成測驗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現場的 OK 好 那您了解的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就再來看一下 比較常見的付費的 像我剛剛有提到的 像這幾個 還有Powercam 它那個叫Abercam Abercam pointer 它最近在推的 那免費的呢 以前我們有介紹過叫Web ES Web ES 那現在沒有用它 其實它還是很好用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說 它不能錄影片的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那個 我的WebPen的畫面有沒有 我要同時錄下來 比如說像在這裡 如果有需要同時看到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這個Web ES 它就沒辦法 可是我用這個是 就可以錄下來 或者有時候 老師您上課 您可能是播 簡單先播一個影片 做一個介紹 然後再講你的內容 或者是搭個影片解說 有沒有 有些時候我們播影片 然後就解說那個內容 那麼你這樣直接錄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錄下來 你不用說 啊 播影片的時候我不能錄影 沒有 一樣的 這個是一個方式 這個給老師做一個參考 好 好 所以我現在主要錄影 平常就是這兩套比較多 那再來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Edit Prerender 它只有一個限制 就是有幾個功能的限制 它會出現一個Logo在上面 可是這個大致上還好 不影響我們 如果老師做的是視訊的 那都沒有Logo 就是完全功能給你用 那第八個Video 我們剛剛講過了 MP4的部分 有沒有 那個是屬於商業版本 那就不管它 好的 那老師 你要準備錄的時候 一定要 把你的硬體先準備好 我們剛剛都比較給老師看過了 嘿 30萬跟100 我剛剛那是200萬 沙島版那很大版不差 不是價錢的問題 是品質的問題 所以 我們會比較建議老師 你在買的時候 就是買這個 麥克風跟那個 WebHand在一起的 再來 可以的話 是免驅動程式 比較好 極差極用 其實你現在買的 應該很多部分 都是極差極用的 嘿 除非說它有特殊功能 那你就需要安裝它的摔油 摔油 不然的話 直接用會比較快 再來就是 如果您老師 如果您老師是要錄 就是現場畫面的 可能還是在一個三角下 比較方便 所以我現場是有帶來的 只是因為我現在在這邊 我是沒辦法 平常我都要弄不上 這裡連到那邊 我就沒辦法拉那麼長 不然其實有三角下 真的比較方便一點 不是拿來拍照用的 然後給你放攝影機用的 嗯 這個 老師的硬體 至少你準備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 這個固定主題 如果 正常來講 它 萬一效能比較差的時候 它會問你要不要切換 所以我想你就不用設定了 麥克風增量 老實說 如果你的webcam 就包含麥克風 這個也不用做 都假 因為這個主要是要給你 就是老師 用白色那一支 錄的時候 還要做的 所以我會把畫面給你 如果你是 因為我們在Win7之後 它的主題 是不是就是 預設這種 對不對 它會比較好 我們那個 顯示卡的效能 所以如果你要錄的品質 如果說 萬一你電腦比較慢的 你可以把它換成這個basic 它沒有那麼多花俏的螢幕 但是就是錄的 速度會更加順暢 好更加順暢 這個是 給您參考一下 那增量的部分 大概是像這樣 這個沒關係 建立老師以後就 省掉這個麻煩 所以我們剛剛 已經有跟老師稍微介紹過 有沒有 預設的儲存資料 只要位置跟快速鍵了 對不對 好 現在你再來看這個 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至於輸出影片格式 比較就不用了 這裡倒是有一個 您可以留意一下的 剛剛您應該都有看到的 有沒有 你第一次在錄影的時候 或者第一次播放影片的時候 它都有出現了 下載的那個 對啊方塊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邊 它沒有裝那麼多的那個 且壓縮跟壓縮的那個 視訊的code 所以要 一點點時間裝完 這個只有做一次而已 裝過一次之後 你的電腦裡面 就自動認得 那些錄下來的 影片格式的 不用再做 好 它快速鍵就好 所以我們剛剛也沒有找的 一個知識僕僕 練習過的 我們現在等於是 顛倒過來 以前我都是先講簡報再做 我們現在就先操作 再來看簡報 可能就比較感覺一點 移圖找圖以前 因為我看 比較多老師 有上過我的課 移圖找圖 大家應該都會的 好像有點狐疑的樣子 好 等一下講一下移圖找圖 好了 移圖找圖也是我們最近 那個Google 新的瀏覽器的功能 我看一下這個版本 新Google瀏覽器的 我看這個是 29 29好像有 好 OK 老師們稍微看一下 我們先看 如果說您到 比如說我們 這個 好 你到我們學校首頁來呢 如果你要找 某一張圖片 跟它類似的 比如說在這 這裡有學校 然後 這邊是動的話 就不只找它 好 角色找這一張 你可以上面按右鍵 我看一下 沒有 這個版本還沒有 好像到30才用 也就是說如果 一般我們要移圖找圖的話 你這一張必須要先存到你的電腦 現在不用 新版的Google瀏覽器 你按右鍵之後 它在這裡就有一個選項 叫移圖找圖 我們就可以直接抓 直接抓 那如果呢 你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就來這邊 到圖片 這個我先 假設你要找這一張 要找這一張 跟它相關的 你也可以這樣丟上來 按著往上丟 我 我們這邊 卡卡的 按著它丟上來 這種方法 這種方法就是 我圖片已經在網路上了 那我就用這一張來找 那萬一如果您的圖片 不是這樣子的 是您自己電腦裡面拍的 或者是外面拍的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 用拖曳的方式 假設我的照片在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的 因為圖片會說話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萬一要找這一張 這是我自己拍的 我就把它按按著丟過來 這樣也可以 這個叫移圖找圖 有沒有發現跟關鍵字不一樣的 這個東西是不是就出現在這裡 那我不用打關鍵字 他會幫我找 看看有沒有跟它相關的 所以看到這個 他就知道 這是從這個 可能這個新聞網裡面找出來的 這樣您大概了解 那個移圖找圖了 好